重读是从第一首逐次的读 第一首是在1910年 他在柏林的时候的一首诗 我前几天就这样一首一首的读 其中我印象最深的 还有一首最长的就是王冠棠先生的晚词 这个晚词有一个并序 我把并序跟晚词 尤其这个晚词相当相当的长 我记得郑大有一个刘虚人教授 历史期的刘虚人教授 做了一篇论文 解释了这个晚词里面的 几乎是每一句话的意涵 这个晚词里面的注解 是陈英确先生告诉他的学生 蒋天树先生所做的 那么时间应该在1953年的时候 这是他所有诗记里面最长的一首诗了 可见他当时跟王国伟先生的情谊 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历史学家 他的一个背景的身份 就格外的清楚 那么在当代的学人里面 我相信他这样的身份是很特别的 所以他的移民情节应该是特别特别的深厚 那么这里面 他早期的诗歌里面 有一些涉及到他的游览的古迹 像陶然亭 还有吴世元 等等的 这些诗歌里面 其实都可以好好的去考证 考证 那我也做了一些考证的工作 感到非常的愉快 那么抗战的时候 从西南联大那一段 一直在所谓的蒙字香港 或者是在桂林四川 这一段时间 那么还有一段 他可能去英国去讲学那一段 后来因故没有成行 这一段抗战的历程 也是他诗歌里面非常重要的特征 所以我上次读的时候 是从他的那个1927年 达夫斯年之后 一直读到1945年 抗战胜利的时候 他到了都公布的词 所写的一个 假生春日夜都公布词 这首诗歌里面 好 那么我昨天读的时候 就特别是 当然你譬如说 这个他后来 1945之后 他就随即到英国 经过昆明再去印度 搭飞机 去治疗眼睛这一段 我想是他人生 非常非常难忘 而且深刻痛苦的一段记忆 那么 到了1949之后 他到公中山大学 开始 1954年 柳如氏别传的时候 他晚年最倾心的一部著作 我就觉得 应该是他 非常非常 重要的一个 自我的学问的示范 以及传承 或者是他的一个 人生情绪 寄托 当然可能也是他史学里面 非常重要的精神 所谓独立的精神 自由的思想 所以我昨天读的时候 就是这一段 这些 特别是 其实他1949之后的 诗歌的量 是相当多的 所以人生最后20年 还是留下了 相当多的诗歌 昨天譬如说读到 这首 细题于秋逝会和东军出访半野唐宵尹 这里呢 他一共做了 之后1957年又做了两首 因为意有未尽 那么还有一首是 听读下瞿禅 新著江白石合肥本事 的这首诗 那么这首诗让我去了解江奎 这个合肥本事 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典故 我想陈一确先生 这个诗句里面 已经有表露这样的意境 对于这个江奎的合肥本事里面 江奎的一个人生中的一个情感的 一个长达20年的寄托 这个我想都跟他写 《柳如诗别传》都有相互的关联 那么这个于秋逝 这个是一个清代的一个有名的画家 所以他从这个画 何东军访半野唐的这首画镜里面 他就付出了两首律师 所以我昨天就顺便就带到了 就是他的学生蒋天淑先生 在1953年以及1964年 两度到珠山大学 最后清旭先生给他一个 一个名山的一个学术的一个传承的一个交代的任务 那么最后最后我读的是他诗歌里面 我想到他中秋中秋他也做了很多的诗歌 那么我最后昨天所读的是 以四冬日读青史后非传有感于真非是为父一律 那么这是我两年多前在图书馆的导读里面 我所念的这首诗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他跟小莹结婚时 那么有一位叫曾龙染障西所绘的一幅画 那么他增长了四十多年 那么他又为了这样的一个画呢 又1966年写了一首情义深切的一个夫妻的一种诗歌 真的是一个很有深情的一个人 那么在最后最后最后就是在 那么在最后最后最后一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岁幕背诵 桃花扇 余韵 中哀 江南 套矣 遣日 寥富一律 这里面他说 却笑盲翁 空腹骨 造家庄里 怕人知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